部長今天很高興能夠到數位部這邊來跟您討教 因為其實我們在新聞當中或者說在很多的訊息當中 常常接收到一個訊息 就是說台灣是很常被數位攻擊的一個國家 甚至是每天數百萬到數千萬次 但是老實說我們一般人好像沒有這樣的感覺 那到底這樣的攻擊是從哪裡來的 然後我們要作為數位部的話怎麼看待這樣的事情 台灣每年也有上萬次的地震 大部分不是有感地震 平均起來每天也有一兩個以上的有感地震在台灣某個地方 但是我想我們對待這些自然攻擊的態度 就好像面對地震一樣 也就是說第一個不要受到的損害 我們在建築這些建築物的時候就要有防震的規範 所以無論是每天上百萬次的這種攻擊 它不能造成危害這第一個 第二個即使極少數有感的 就是它真的有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的 讓這個損害不要擴大 那這個就是所謂任性 就是一旦有攻擊發生 不但快速恢復 而且在這個攻擊它被我們偵測到的時候 我們要能夠快速因應的升級 就是把我們的數位轉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變成我們因應攻擊的一環 那好比像說 921大地震發生之後 那大家都有一波防災性的渡更 這些就是說 地震即使不是發生在那個縣市 這個縣市也會想說 下次地震如果發生在我們這邊的話 要怎麼辦 所以這樣主動的因應也是水部的工作 了解 那我們 要不要水 剛剛的那個語速OK嗎 OKOKOK OK 不要太慢 對因為我們這個節目還是會快一點 所以就是即使翻成英文 喔不對因為你是用字幕 對我是用字幕 那確實因為是跟閱讀速度去比 對對對 那不如我再快一點 你就照理習慣的速度 你不用那麼擔心 不用 很貼心 很貼心 那我剛剛再來一次 你不要重新問 好 我稍微condense一下 好 是 台灣我們知道 其實每年也有上萬次的地震 每天平均也有好幾次有感地震 但是呢 為什麼這個對我們平常生活不太構成威脅 就是因為我們在設計建築物的時候 有把防震的韌性設計進去 所以韌性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說攻擊來的時候 要能夠快速的陰影恢復 但第二個是說 每一次好像九二一大地震出現的時候 即使不是在正央附近的現實 都會去想 那下次如果類似的地震發生在我附近 那要怎麼辦 所以是用主動的陰影攻擊的方式 去判斷說下次攻擊從哪裡來 然後它還沒有來的時候 我就自己先upgrade先升級 那透過打擊的恢復來升級 這個就是韌性的概念 那其實我想 絕大多數這些攻擊 雖然說可能有一些引概來源的做法 但我們應該都可以知道 它是從中國那邊來的這樣子 那我們有沒有觀察到 他們有什麼樣的 比如說節奏 或者說 會不會是在什麼時候特別加強 或特別改變一些打法 是 當然我們的判斷 很多境外的攻擊 它是因應某些大的地緣政治的事件 那好像在2022年 我們就有看到說 佩洛西議長來訪的時候 它就是搭配著所謂的軍事演習 然後試著把我們的 好不像說國防部總統府等等的網站 讓它暫時連不上 你說它有沒有造成損害 好不像說洩密啊 都沒有嗎 但是呢 因為這個就搭配著一個 讓大家恐慌的一個訊息說 好像台鐵已經被佔領了 什麼已經被佔領了 那當你回去 想要去確認那個網站的時候 如果網站暫時很緩慢連不上 那就會加深這樣子訊息的公式 所以在我們看起來 它是搭配著進行的 就是它既有心理戰的這個層面 但是也有搭配著心理戰的 諮詢戰 資安的攻擊的層面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就是假設今天有一個更大的攻擊發生 它會是很多層次很多管道通事發生 那像是部長您提到 像之前這個佩洛西議長訪台 他揭露出來的這些弱點 您覺得是我們應該要趕快去 去填補的嗎 又或者說其實它 就是一個正常的狀態 當然不是 像這樣子的一個互相搭配的攻擊 我們當時在所謂的軍事演習的 同一個小時 怎麼會 我們就接受到了通知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就組成聯防的架構 我以為他就不會想 沒想辦法 不好意思 那我就直接回答 在當時就是8月 所謂軍演剛開始的時候 同一個小時 我們自己數位部的網站 MODE-GOV-TW 就上線了 我甚至還公開說 我們一秒鐘都沒有被打掛過 也歡迎全世界的朋友 境外的朋友 來幫我們進行這種 所謂的紅隊的測試 所謂的紅隊測試 就是不去設限它的攻擊手法 它只要能夠打下 就算它贏了 那但是呢 我們的網站 就完全沒有被打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採取了一個新的架構 這個架構就是 把我們的網站 所謂靜態化之後 放到全世界 非常多不同的電腦裡 我們在Web2這邊 放在Cloudflake 全世界的節點 我們在Web3這邊 放在IPFS 就是全世界200多萬 各種不同的參與的電腦 自己捐出一部分的硬碟 就可以來幫我們備份 所以要同時打掛這兩個骨幹 是非常困難的 在以前很多時候 公布們的網站 是自己在內網去防守 內網的承受的流量有限 所以你把它打到不能動之後 沒有人來幫你 但是我們的做法就是 我們確保資安無語 放在別人的電腦 也不可能被篡改的情況下去 用全世界願意來幫我們的 這個骨幹網絡 如果你一次把這兩個 骨幹網絡打下來的 所有的NFT 所有的無聊員 都會同時下架 第一個這個真的很困難 第二個它造成的連帶傷害 可能就不只是打下官網 那麽簡單 這感覺有點像是 部長也常常講的 我們聯合所有 有共同價值的夥伴 那這共同價值 有時候在國家層面 就是民主自由 那但是在網路上面的話 可能就是信任 這種分散式的架構 那但是老實說 我們莫打 或許沒有被打下來 其他網站被打下來 而且政府還有好多的網站 都可能需要這樣的防護 那這些是 數位部接下來的重點嗎 是 我們還沒有成立的時候 當時就已經是聯防的 這個夥伴 所以我們第一時間 就把我們這個靜態化 CDN等等的做法 分享給了各個部會 所以呢 後來在接下來的 各種地緣政治事件 我們就發現說 境外的供給者 已經不再採用同一個方法了 就是他們了解到說 我們網站靜態化這個工作 其實各部會 都已經做到了 所以一方面 當然我們自己是示範 示範之後呢 我們透過 拋棄著作權 public code的方式 一下子就可以讓所有 願意採用新的方法的人 就來採用新的方法 那我們其實 會看到 然後 包括烏俄戰爭 這樣子的 嚴格來說 其實是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我們常常講 俄烏戰爭有點好 就是他們 對 那在這樣的侵略行為當中 造成烏克蘭 很多基礎建設的損害 那很多人就會擔心說 如果類似的事情 發生在台灣 我們台灣的網路 撐得住 比如說 飛彈的攻擊 攻擊到一些基礎建設 甚至 我們 台灣很多人 記憶猶新的就是 我們的電網 有可能是因為 一個高壓電塔的倒塌 可能全台灣都會停電 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要如何 在最極端的情況之下 依舊保持我們的訊息暢通 我們在2006年其實有過一次地震 那次地震就影響到一部分我們海浪 聯外的能力 所以當時我們就發現說 平常你在手機上用各種APP 感覺他們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在那一陣子就只有境內的用的比較順 所有境外的要去看境外的影音什麼的 突然都卡卡的 那就是因為我們的網路環境裡面 所謂的這個關鍵的節點 就是在這些聯外的海浪 所以無論是地震還是人為的地震 如果破壞掉了這些海浪的話 那我們就變成一個 我們自己內部的這個運作 有沒有可能在境內的 所謂的公有雲 它的本地雲的版本 我們還是保持它的主要的副本 所以第一個就是我們跟這些公有雲的廠商 包含微軟啊 Google啊 Amazon啊 現在都有 我再一次 我們先給 不是誰的問題 是長新冠的問題 真的好 對對 沒關係 我再休息一下 那我重頭來 其實在2006年我們有過地震的經驗 那個地震就是把我們聯外的海嵐 海底電嵐破壞掉了 在當時呢 本來大家在手機上面用各種APP 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但是呢 在當時就發現 你只要是用國外的 像影音網站啊 就都說不太到 只有境內的還保持實用 所以呢 我們也是痛聽死痛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我們主要的差別 就是我們跟公有雲的廠商 包含微軟 Amazon 以及Google 都商量好了 就是跟我們生活民生 或公共最有關係的一些服務 還是公有雲 但是呢必須跑在本地雲 也就是說那個機房 運算的地方是在境內 而且呢 它的管理者必須要是我國的國籍 這樣子的話呢 即使是地震或者人為的地震 造成海瀾全面中斷 但是至少這些核心的服務 它不會因此而中斷 這第一個 但是呢第二個 如果是在像您剛剛講 非戰爭的戰爭的時候 那我們訊息內部暢通 是不管用的 外部的人很希望知道 我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像在基辅那個時候 這個被侵略嘛 我也是整夜去看 不管是什麼 PF Independent 基辅獨立報等等 在地的新聞記者去傳播說 到底他們發生什麼事 你可以想想 全世界都很想要看發生什麼事 如果他們沒有對外的網路 只有內部的網路的話 那大概都是一些 就是deepfake啊什麼 就會充斥全世界的眼球嘛 我們就看不到 折倫斯基總統的每天的說話 對 我們也沒有辦法知道說 他還沒有跑掉 對不對 他說這個給我彈藥 不要給我搭便車 等等就傳播不出去了 對 所以可見新聞業 新聞工作者 在這樣子的時候 讓他們有充足的頻繁 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我們也吸取了 烏克蘭那邊的一些經驗 我們會在接下來 花5.5億元 在全台灣700個 有戰略性的地方 那甚至有些不是固定的 還是可以移動的 讓大家都可以透過 這樣子的方法 還是連到 我們所謂的非同步微信 透過非同步微信 他就可以透過 即時視訊的方法 讓新聞工作者 以及需要第一時間 反應的朋友 他們要往國外 要傳遞的這些影像 以及即時跟國外對談 這個就還是可以做得到 但就是限定一些 假設在極端的情況之下 一定需要跟國際聯繫 對 是的 那這就好像是 類似像 Starlink 在俄羅斯前面 烏克蘭的時候發揮的 這樣子的角色 所以現在我們 會 傾向於讓國際的 這種服務落地嗎 又或者說 要配置我們台灣自己的服務 我舉例 好比像說 像在新竹的消防局 之前我們就已經跟 歐洲的一家叫 SES Global的微信商 它也是非同步衛星 合作 那跟微軟跟 合碩等等 神波通訊 他們加在一起 組成了一個多元的 一個隊伍 這個隊伍呢 就是把接衛星的天線 放在消防車上 那這個樣子的消防車呢 它本身又是5G基地台 所以說它開到哪裡 5G就通到哪裡 就算海嵐都完全斷了 就算所有的電塔都倒塌 什麼的 它自己本身 還是可以提供在附近的民眾 用5G透過衛星 連到國外 這樣子的能力 所以我們已經有蠻多 這種實驗性質的經驗 我們接下來的工作 就是要透過多元抑制的方法 就確保說 在每一層都有兩個以上的 提供商 雞蛋不放在同一個籃子裡嗎 那這樣子的話 即使是 某一家它 可能誤障啊等等 但是呢 還是可以透過別的方式 也連得上 了解 好 導演再點頭 表示這段應該還OK 我知道 主要問題大概問完 導演呢 還想要 對啊 我們時間用的不多 所以看你有沒有想要追問的 我想 追問的 我問的問題 你不能三分的不好回答 沒有關係 沒有你就說啊 說啊 對啊 因為這個 因為這個 因為我 因為我 我有一些問題不在於 你們 就是會比較 比較型格上的 就是 好 比如說 我們在面對資訊戰攻擊的時候 因為它會有很多不同的層次嘛 對啊 比如說剛剛提到駭客攻擊 對啊 然後比如說它會 會有假訊息的問題 對啊 對 那假訊息是另外一個 我們現在其實 一直沒有提到的一個很大的 有講啦 就是國外的記者 嗯 能不能接收到我們 國內的 派出國內的記者的東西嗎 對對對 對 那所以 這個是一種假訊息嗎 我剛剛講de-fake 對 那但其實你講的不是de-fake 我的題目 其實不是de-fake 問題 而是 我覺得是在更 更上位的 在 這個 我們那時候在 也有去問 V-Dem 也是要問他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民主國家 然後不斷的遭受到這樣的一個攻擊的時候 那 我們 我們在法令上 或者說我們在整個概念上 我們要如何去 去處理 加訊息 跟言論自由之間的那個階間去哪裡 這一間 這一間 所以算要談到數位總結法 對 但是 但是它是不同層面的嘛 嗯 就是說我們要促進言論自由 我們必須確保 這個言論自由不是被駭客隨便篡改 對不對 如果你任何駭客都可以隨便篡改你的每一篇貼文 那你的言論自由變成沒有意義嗎 嗯 對所以就是說我們在底層的防守的工作 就是在打造一個讓言論自由有意義的環境 OK 那如果 如果 像說你的文章裡面只要有公民社會這個關鍵字就消失了 OK 概念上那也是一種防止境外示威的方法啦 按照中共的說法 對 那但是那樣子他們就沒有新聞自由 沒有新聞自由 怎麼談言論自由 OK 對所以就是說我們怎麼守護言論自由就是強化新聞業 所以我覺得你的問題如果可以把它rephrase一下 就講說除了在資安上面的投資之外 那有沒有什麼更積極的 能夠去防止什麼干擾什麼訊息之類之類 就你不要直接講說播吃假訊息 而是說怎麼樣讓那個言論自由的環境可以更蓬勃 就用正面的方法問 那我覺得這一題就會很好 就可以打的 對 就回到我的工作 有人會回到你的工作 不是很抽象說 紅藥丸還是藍藥丸 對不對 這個就比較困難 對 而且會扣連回你剛剛在談的那個新的資訊架構 對 3.0的資訊架構 對 因為Web3.0的資訊架構 其實就是在處理 其實你沒有辦法把任何東西下架 Web3.0只要傷了別人拿不下來 對 那在這種情況下 傳統的那種 什麼 仇恨言論清零的那個做法就不適用了 對 對 就是 你就不能清零只能共存 那這些共存要怎麼做 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OK 那國會可以 我們能不能這樣問 就是說 那除了這些資安的 國會說剛剛提到的駭客攻擊之外 我們在面對假訊息的時候 我們 什麼促進言論自由 對 之類的 什麼跟機器的關係 能夠去促進言論自由 好 確保跟假訊息之間的 好 好 那部長我想我會這樣問 就是 很多人其實 這個駭客攻擊是一件事 但很多人其實接受到的是這種心理攻擊 會接受到很多的假訊息 對 那這些假訊息呢 有時候我們很難 因為它很灰色 我們沒有辦法判斷它是非是假 所以 有些人會 會擔心這些假訊息對我們的影響 於是呢 會訴求一些管制的作為 但是對於我們民主國家來說 去管制言論 這又是一件特別敏感的事情 那我可能就會請教部長說 那在數位部這邊我們要如何 透過我們的作為來保障言論自由 但同時能夠減少假訊息的危害 這樣可以 對啊 所以我覺得可能就 不是假訊息 因為你們這一集是訊息戰 你就直接講訊息戰 好 就說話比想說 剛才提到PLC來的時候 除了資安上面癱瘓網站之外 同時也有訊息戰說 台鐵已經被攻破 那就是說 你就舉就是很明確的例子 好 那這部分當然我們現在防守住了 精灘網站什麼的 但是訊息戰你要怎麼辦 對 類似這樣就好了 OK 那你開始可以說 在這個促進言論自由 或保持言論自由的前提下 對於訊息戰你要怎麼辦 這樣就好了 OK 可以啊 應該可以嘛 可以 然後開始 你再 OK 這樣 那部長 其實之前在PLC一場訪台的時候呢 除了一方面針對這些網站 進行駭客攻擊 可能透過DDOS的方式 讓它無法被連上 另外一方面呢 也傳播一些數位的耳語 就是說 這個政府的某些單位 可能已經被攻佔了類似的 那我們都一直面對這種假訊息 訊息戰的一種威脅 那但是對於民主國家來說 言論自由是我們很重要的價值 我們該如何在維護為言論自由的情況之下 來抵禦這樣的攻擊 是 我想就是把所謂的訊息戰 清零的話 那就是連言論自由一起清零的話 我們是不這樣做的 但是呢 要共存 就必須要大家心靈上面是有抗體 因為心理戰的戰場就在大家的心中 就是要大家睡不好覺 你如果睡得好覺 他就輸了 你睡不好 他就贏了 就這麼簡單 那怎麼樣讓大家比較能夠安心呢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去培養每個人都有新聞工作的能力 這個當然就是要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他自己先示範新聞的素養 事實查核的過程 去了解什麼是可信的source 可信的來源 什麼不是可信的來源等等 那當然以前新聞工作者本來就在這樣子做 但是呢 他們比較不是像鼎泰峰開放廚房呢 讓大家都知道可以怎麼樣做 那但是呢 最近幾年我們就很高興可以看到 已經有一整個社群的力量 包含私部門的資安的公司 像趨勢科技的防詐達人 或者Google Look的Husco 那或者是我們民間社群 像G0V的Cofax 真的假的等等 他們在跟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向台灣市場核中心結合 這樣子的話 任何有興趣學習新聞工作的人 有一個好像志工一樣 可以加入的地方 那專業的新聞工作者 他們也要有充足的資源 然後在這些造成這個問題的一些國際平台 的自己面對這個問題的前提底下 也去資助他們去確保說 像您剛剛提到這種訊息 一出來的時候 查證的訊息 它傳播的速度 就可以比這個謠言傳播的速度要快 那一旦你看到了這樣子 查證的訊息傳播 你就有抗體嘛 就不會成為這個謠言 散播的一個溫床破口 那這樣就有全民的數位人性 所以呢我們的產業署 現在也非常積極 我們從2022年底 就安排了像Meta或者是Alphabet 就是Google 這兩家大的平台 跟我們國內的 不管是以文字為主的 還是以影音為主的新聞頁 怎麼樣共融 怎麼樣確保說 這些新聞工作者 不會因為在這個上面 好像就是你只要打廣告 就可以蓋過新聞工作 那樣這種不利的環境 變成說新聞工作人數也減少了 廣告收益也減少了 相反的是要在這些境外的大型平台 盡他們社會責任的同時 去培養我們的新聞工作者 也可以帶動全民的新聞素養 嗯 OK好 不況能結束了 那不 因為我需要拍一些其他的 沒問題 這個畫面 工程 所以你們兩個再稍微聊 隨便聊一下天 那這部分我就不會使用 那種聲音 我就純粹取一些畫面 沒問題 你們就聊你們的 再一個三五分鐘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